詞曲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們去A4 你第二集了 大家會補答他的問題 今天A4要來回答我們 很多網友在我們上一次的那個 Youtube的頻道底下有留言 而且他留言還怪小編說 怎麼都沒有幫我問到什麼什麼問題 所以今天又再邀請A4來我們的節目上面 然後在有一些跨系列後續的一些過程 或是一些大小事情 都可以問 我的朋友們 他的手術過程一定是不會知道的 因為當然是你就麻醉了 但他是跟我說他拿了兩張證書 對 醫生要證明他真的是跨系列 有變性的欲望 他才可以拿到這個證書 然後他是選擇在北龍開刀 因為北龍開刀有一個好處是 沒有明顯的外傷 他是先去住 先住院一天然後好像禮拜三吧 禮拜四開刀 然後他這個手術是從陰道去摘除 因為他是選擇子宮卵巢跟陰道都全部摘除 所以他大概花費9萬塊 那也有兄弟是只有摘除子宮卵巢 所以花了6萬多塊 大概是這樣 然後 然後 會建議一個月 不要繁重 不要處理 對 因為那個傷口都還沒有好 那通常是6週 可以痊癒 他必須要隔多久才可以做 隔多久應該是 真的你自己痊癒 還是他是可以一起做應該不行 通常醫生我有聽他們講 醫生不會建議你這樣做 因為你太多傷口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 如果 壞死 或是怎樣會很麻煩 從之前陰性的時候 你還需要在你身上挖肉 所以 一定是會分開 復原一樣也是孩子 至少會有四周 我是覺得 只要在那個區域周圍開刀 都會特別的痛 因為我有開過腫瘤 在新處附近 所以 我知道那是真的很痛 而且 你真的不好護理 因為你走路 你要坐下來是怎麼激動 有人問 都常會問說 到底痛不痛 怎麼可能不痛 對啊 你就去想像 從你身體裡面把器官拔走 是一定是痛的 怎麼可能不痛 只是說 後來我們可能要 全部做完 然後摘除摘完 好了 你一定會覺得 重破新生 你不會覺得真的有那麼痛 可是 當躺在病床上 隔天 第二天醒來 或者是 第三天 第四天 在復原的時候 一定都是痛的 只是好了之後 真的 會不一樣 所以 只可以接受 最早 就是 聲音 開始要變聲 然後 再來就是 體力 腳毛會比較多 先從 好像我是先從 小腿 開始 大腿還沒有 大腿是半年之後 開始慢慢長 沒有 那麼快就到大腿 然後還有 陰蒂 陰蒂很快就變化 大概第一個月就開始會變化 大致上是這樣 可是你說 整個面容要到陽剛 讓別人一看就覺得你是男生 我覺得至少要半年 那你的聲音也是沒有那麼快穩定 所以我經歷了大概兩三個月在破影 所以有時候你 會不小心 習慣以前的頻率的時候它就破影 對 我有一個過程是這樣 還蠻搞笑的 不打就會回到原本 不打就會回到原本 不打 但是 關鍵是在於說 你 摘除子宮卵巢 如果你沒有摘除 你打 你 不打之後 還是會回復的 但是如果你子宮卵巢已經摘除 因為你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是有卵巢嘛 你卵巢摘除了之後 你沒有荷爾蒙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能不打荷爾蒙 除非你就選擇去打女性荷爾蒙 所以這個真的要想清楚 應該上家都超愛問而已 就是好奇 可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應該都一樣 就是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有屌的直男好 我跟女生做愛 或者是我跟男人做愛都不管 我一樣有可能會用嘴 我一樣有可能用性器官 我也有可能去買情緒用品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一樣 就是你會想要怎麼做我們都一樣 應該就是你自己跟對方 喜歡什麼樣的方式 你們就用什麼方式去做 網友就是很好奇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女生 她會喜歡跨能的話 表示她會喜歡一般的男生 你同意這樣子的理論嗎 我都同意 因為你這輩子你會遇到誰 你本來就不知道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 而且我有一再強調 性別認同跟性相本來就不 不是同一件事情 我即便我今天已經變成男生的樣子了 然後我認為我是一個男生 也不代表我不會喜歡男生 那也有人問我說 那如果你今天跟男生在一起的話 你繞一圈這個新聞幹嘛 一開始就女生跟男生在一起就好了 我說那個不是同一件事 是我認為我是男人 所以我必須做一個男人 但是我做一個男人之後 我要喜歡女的 我要喜歡第三性的 我要喜歡一個gay 或者是我要喜歡一個直女 女孩子都ok 因為我們這些稱呼 其實本來就是別人在區分我們 所以貼的標籤 不然其實我就是一個人 我本來就有可能喜歡上任何人 你們每一個網友也一樣 你也有可能喜歡上任何一個人 我覺得醫院會規定你一定要有兩張證書 就是他們要判定你的心理狀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的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變性 對啊 如果你可以接受你的狀態 我不一定要變性的話 醫生也不會同意你去變性 因為這個是一個不可逆的手術 你摘除之後他不可能幫你保留到 你還後悔再把你放回去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一定會想要確認你的心理狀態 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做這個變性的手術 對 因為有很多我的朋友 就是心理狀態我覺得並不是很健康 原因不是說他做了這個手術他是不快樂的 而是他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有一些是因為金錢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再做到已經 有一些是因為像我是認為成果 我並不是我想要的那麼的完整 對 所以我也沒有勇氣去做 那我們會覺得自己還是不完整 對 甚至是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活在一個狀態 雖然我已經做完全部的手術了 但是我要怎麼去承認我曾經是原生女 然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甚至未來有了另外一半 可能他也不知道你曾經是女孩子 那這件事情到底要怎麼說 你不孕嗎 你是什麼原因不孕 對 你為什麼不會射警 對 這個都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心裡需要建設 對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是 完全不承認自己本來是原生女 他們不願意承認 像我是很豁然 我覺得這樣我曾經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很願意出來講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當然我不是要每一個人 每一個女同性戀或者是 你有這樣的想法你就得跟我一樣 而是我覺得我們沒有錯 所以即便你做了第一階段平凶了 然後你可能沒有摘除 或者是你未來想摘除 我覺得都勇敢的去面對自己 不要過於自卑 因為你只是想做自己 不要傷害別人就好 如果你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後悔 你就沒有辦法再回到一個人的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之前有稍微去研究一下 然後你查過一些資料 有些人不是就是會有一個盲點 然後留言去說 只要是變性者都容易死掉 找死 會有這個數據 其實有一大半的原因是因為自殺 跨性別者為什麼後來容易找死 其實很多是因為心理那一關過不去 或者是 憂鬱症 然後或者是不被認同 所以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現在的醫療技術 加上你如果是一個很正常 按照醫生指示去做用藥的話 你不會有一些衝突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已經做完摘除 就是比方說你是男生 你睪丸都已經拿掉 你已經都做完手術了 那女跨男你也把本床都拿掉 你沒有所謂的荷爾蒙長期失調 或者是衝突的問題 所以你也不會造成早死 最後會產生問題 我覺得真的是 你換了一個性別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社會 或者是別人有沒有辦法接受你的 性別教育 所以我覺得這邊有空 現在已經 有慢慢變好 有些人 真的 結束 你就光彈太過 太過就好了 就是平均人要秀啊 真的 那很多都是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完全拿節奏 說真的他們比你更有女的 所以我 真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 沒有什麼 一定是 什麼是超級別 誰要配誰啊 對 就是 你感覺對就好